这个央央大国能影响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 这很重要 当地时间7日以远程式平行室出席英国金融时报举办的全球会议室活动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 战争所带来的粮食出口等次生危机 使得世界面临着全球规模的威胁 甚至可能导致三战 在这种情况下 大国领导人必须将解决俄乌冲突作为优先事项 而中国有能力对俄罗斯发挥影响力 这对于乌克兰而言至关重要 在当天活动的最后 主持人代表听众提出问题 如何能让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等国更有力地支持乌克兰 泽连斯基是否已经或是有兴趣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沟通 敦促他们利用其影响力结束战争 对此泽连斯基直言 自己对于团结整个世界 以及掌握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公众的立场都非常感兴趣 并强调这对乌克兰而言是最高优先事项 这个泱泱大国能影响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 确保中国不支持俄罗斯 这很重要 泽连斯基还表示 自己理解中国与西方世界存在不同的利益 但他强调 俄乌战争是对于全球社会和文明的威胁 甚至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此他认为解决这一冲突 必须是每个领导人 最重要的是大国领导人的优先事项 他重申 我非常希望确保中国支持乌克兰 随着战况胶着 当天泽连斯基还呼吁各国持续落实并强化制裁 并表示乌克兰已经没有时间上的余裕了 他透露 曾有部分国家对他施压 要他接受无法接受的停战方案 但他并不愿意点名相关国家 泽连斯基称 部分国家言辞上支持乌克兰 同时却试图削弱对俄制裁力道 以免企业利益受损 泽连斯基还表示 自己仍然坚信任何战争都应该在谈判桌上结束 而且目前不应该浪费时间讨论乌克兰加入北约或其他一些情况 对于俄乌冲突 中国外交部此前明确表示 俄乌危机延宕至今 中国始终支持和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外交努力 主张各方保持克制各国平等对话 并以实际行动避免局势继续恶化和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中方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 在新华社4月30日发布对于俄乌外长的专访中 双方都对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公正客观立场 避免局势继续升级表示赞赏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当时透露 今年3月1日 即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的第5天 他便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了电话 在4月4日又再次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深入谈话 特别关注了全球粮食安全 以及解除乌克兰港口封锁问题 在采访中 库列巴还对王毅关于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愿通过外交努力推动停战等表态表示感谢 也感谢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 感谢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继续提供帮助 并请中方继续提供支持 他指出中国的世界观以及拥有千年历史的儒家学说 根植于和和为贵文化 相信中国当前的立场正是基于这一和平传统 中国不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谋求地缘政治目的 不火上浇油 这是负责任的立场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访问中也透露 俄方正和中国外交官们分享谈判进展信息 并感谢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伙伴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平衡立场 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之一是建立一个保障国机构 这一机构成员应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还援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奥亚洲论坛上的发言解释称 俄罗斯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于5月5日回应称 中方将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希望冲突早日结束 也希望有关方面停止在乌克兰问题上拱火交游 有关冲突方应该坐下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